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,請問對於我們的學費,年年高漲的這個問題,請問你們有什麼實質的方式能夠解決? 我是奉派來接受各位陳情的意見,所以這幾項訴求你們會非常地重視,會依照我們必須來牽牌 那你們的陳情是不是有書店的資料讓我帶回去? 教育部說他9月2號就有新,學長要被新的搜尋方法出來了 這其實已經是蠻寂寞的事情,行政院對於這件事情,現在學生生活壓力負擔這麼沉重 行政院有沒有什麼更實質更快速的方法可以來解決這個問題 行政院要不要就是在這個修法,行辦法出來之前,要求教育部演你說具體可以降學費的辦法,能不能? 目前我們針對那個學貸的部分,這個相信各位的社會主大概都已經知道了 針對那個學貸的部分,已經在行政院做成這個決策,8月以後就施行 就是學貸的部分,針對這個育率的部分,已經是調價1.2%到0.1% 現在還是沒有用,還是很多人有學貸啊,最重要是學費的問題 如果學費夠低,他們就不需要學貸 這個頒還款的期限,也從那個三年可以延緩到四年 這個部分,想請各位知道,至於你們後續的這些訴求 我們會來,你們實際有一個書面的資料,會帶回去千萬元 來! 這個؟ 是的